美国总统川普在本月1号确诊新冠肺炎 2号就住进了美国军方的医院 而他住院之后首次发布推文表示道 自己一切都好 谢谢大家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指出 白宫医师除了让川普接受试验性抗体疗法 也已经开出了瑞德西维药物给川普 目前川普出现发烧等等的轻微症状 并没有传出更严重的消息 而白宫方面 除了川普夫妇确诊之外 还有三名白宫记者 两名共和党及国会议员 一名校长 以及白宫前高级顾问等等至少7人确诊 根据了解这三名记者 上周都在白宫进行采访报道 白宫医疗团队现在正在追查感染源 染疫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提里斯 是上周六出席了川普宣布 新任大法官提名人的记者会 在会上的还有共和党籍参议员李 以及圣母大学校长詹敬斯 川普的亲信前白宫高级顾问康维 推文都证实了染疫 另外川普的竞选连任总干事史太平 检测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 接下来他会在家中工作隔离观察 另外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以及川普次子爱瑞克夫妇也进行了检测 结果呈现为阴性反应 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肺炎后两日 在今天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才致电向川普表达慰问 祝福川普早日康复 而中国的多位战狼外交代表也选择暂停辛辣的发言 对川普表示慰问 不过中国民间似乎是幸灾乐祸地嘲讽川普染疫消息 还有学者认为 川普的染病消息是为了要博取选民的同情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导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认为 川普确诊之后 拜登团队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之下 反而难以持续地攻击川普政府防疫不力 整个攻击都会降温 刁大明认为 川普如今反而有更多的主动权 可以借染疫为由缺席后续两场的辩论会 或者出席其中一场就可以了 总之 川普事实上已经掌控了选战的议程 对他而言是有利的 刁大明指出 在疫情以及种族冲突之下 同情心成为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字 如今川普借由自己染疫 抓住了选民的同情心 未来很有可能会打出悲情牌 或者坚强牌吸引票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 龚炯则认为 有鉴于双方第一次辩论的混乱 主办单位表示要修改辩论规则 却遭到了川普团队的反对 代表川普不想要再进行下一场辩论 如今川普染疫加上拜登也不算常辩论 第二场电视辩论很有可能就会顺势的取消 但他也认为对于川普染疫可能会产生的同情票效应表示怀疑 他指出反川普的人还是会坚决地投票支持赖登 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想怎么投就怎么投 川普能够得到的同情票不会太多的 他的染疫对于大选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 北京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奇则认为 未来川普团队完全有可能声称 川普都生病了还要继续投票是不公平的选举 而川普的粉丝也有了闹事的借口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恐怕谁都不敢说 陈奇指出美国总统大选流程或多或少 都会因为川普染疫而发生改变 并且出现挑战 本身就是十月惊奇 实际上造成了一种非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情况 已经无法按照常规的思路理解这一次的美国大选 中美两国当前在多个领域展开角力 不过在贸易战方面 仍然是彼此承认着今年初所签订的首阶段贸易协议 可是现实的因素 有可能会使得该协议的内容履行困难 中央社报道 美国农业部长帕杜昨天表示道 由于非农业的贸易问题 中国可能达不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做出的年度农产品采购承诺 在1月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中国承诺了今年要进口36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但是上半年采购进度严重的落后 让人怀疑中国是否实现将采购水准 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50%的目标 根据美国最新的贸易资料 1月份到7月份 中国进口的美国农产品总额仅有86亿美元 但是中国8月到9月份提高了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速度 一共进口了大约1200万吨的大豆和400万吨的玉米 美国农业部长帕杜指出 不确定的是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做到 但是中国正在努力 非农业的贸易问题阻碍了中国的进度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现在英国和美国相继的以国家安全为由 收紧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加强了审查外国学生暴读英国大学敏感科目 英国外交部宣称 英国欢迎中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学生前往学习 但是不会接受有损国家安全的合作项目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 在新规定之下 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生会受到尽力影响 此前根据英国学术技术批准计划网站资料显示 外国研究生申请人如果想要学习武器项目的相关学科 需要事先的申请特别专业许可证 接受安全审查 欧盟国家 瑞士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日本 韩国 新加坡学生豁免审查 英国10月1号起扩大审查范围 外交 联邦和发展办公室推出了新规定 审查范围覆盖所有的国家安全相关学科 申请者11月起还必须要披露自己与军方的关系 泰晤士报报道 纳入审查范围的学科包括了先进的常规军事技术 例如飞机和网路 还可能包含人工智能 化学 物理 数学 计算机科学 以及一系列的工程课程 英国传媒认为 新的措施只在于针对中国留学生 预计会阻止数以百计的中国学生赴英国 而已经在英国的留学生 如果被认为存在风险 那么他们的签证很有可能就会被取消 而此前美国也对中国留学生寄出新的限制 对于此项消息 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国方面在中美人温交流领域 采取一系列消极错误的言行 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 完全背道而驰 美国政府公然地采取 陷害中国在美留学生人员合法权益的措施 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和种族启示 严重侵犯中国留学人员的人权 中方保留做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近年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时常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挂在嘴边 而随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5届联合国会议上 再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个词汇就再次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媒体报道中 不过观察家发现 这样的用词已经让西方世界开始警觉 美国之音报道 在本届联大9月21日通过的 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宣言中 由于几个国家的反对 最初出现在决议草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最后的版本中被替换 6月底 五眼联盟的五个国家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印度一起反对 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大决议 因为这个短语是中共的语言 后来联合国大会主席将这个短语修改为了 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共同未来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表示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次被拒绝 显示出西方对于中国是越来越警觉 他说 过去几年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了联合国的决议 有一个成分是 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在扩大 这引起了西方的猜忌和关注 中国在未来 在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 把它塑造为一个全球都接受的理念 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 不仅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遭遇了阻力 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行为 例如试着要重新的定义联合国的人权概念 以及争夺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的领导权的努力 最近也是越来越多的遭到驳回 现在对于西方学者来说 中国的天下观 不过是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以实现中国传统的等级秩序和霸权稳定而已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 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 9月23日在国家亚洲局举办的一场 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 理论和实践的视讯会议上说到 当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 思考中国掌管下的新世界秩序时 他们似乎拒绝了西方模式 转而回到了中国的过去经验 试图从中国的过去经验 从天下和朝贡体系中得到灵感 天下指的就是世间万物 朝贡体系则是中国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 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 罗兰又说道 中国设想在这个新秩序 当然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复制 在中共的体系中 还有列宁主义的成分 而这一句习近平最爱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不过是在展现朝贡体制 以及等级秩序 罗兰说道 中国目前并不企图马上的要推翻现行的世界秩序 或者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中国目前主要是试图在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南国家 寻求建立影响力 一带一路则是实现这样秩序的重要工具 中国政府对此其实也是毫不讳言 他们说道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但是罗兰说 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等级制度 非对称的关系 让他不经联想到所谓的朝贡体制 他说中国是最大最强 也是最有力量的国家 其他国家则是较小和较弱的国家 他们围绕着中国运转 控制不是直接的 不一定是通过征服、军事占领 变更领导人或派代理人去 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进行 它是松散的 是一种宽松的控制 主要是通过这种权力的不对等 以及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 与小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进行 这是中华帝国与附庸国之间 互动的21世纪翻版 而孙映表示 近日来中国在现在的外交与会中 所称到的大国风范、大国引领 大国担当的说法和心态 其实与中国历史上最高光的汉唐时期 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心态也并无不同 显示出了自己在文化与文明上的优越感 中共不断释放出的信息就是天朝的再现 中国霸权的稳定 而孙映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被西方接受 还因为这个理念并没有解决 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 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矛盾 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的办法 隐藏或者掩盖了中方获益和其他国家获益不平等的问题 一带一路引发的争议就是很好的例子 越来越多的国家担心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 他们是否损害了自己的主权完整 以及将自己国家的金融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孙映还认为 中国最近对于新疆和香港的政策 让西方更加无法接受 所谓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美国的围堵攻势之下 中国展开了如同大摇径一般的芯片生产潮 但是毫无技术又急于求成的情况 可能已经预示了失败的未来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新华社旗下的周刊料网周四刊文指出 在过去一年多 江苏 四川 湖北 贵州以及陕西 六个百亿人民币级别的半导体项目 先后的停摆 业界担忧 这一波所谓的造星热将会引发烂尾潮 让国家蒙受损失 文章批评了 部分的地方政府轻率而且没有判断力 很容易成为原大头 不过该文章在事后就已经被删除 现在 在中国有很多家 溢住了大笔资金的工厂出现了欠薪 欠工程款 欠借款的问题 而关键技术也没有提升 由于半导体行业前景诱人 部分地方政府透过投资基金等等方式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帮助兴建厂房 本来应该要主导投资的产业方 却出资极少 或者以收取巨额计数授权费等等名目 收回出资 以零投资成为了大股东 而成都革新截至停摆前 所谓的运营主体也只是一座制造工艺为 180奈米和130奈米的芯片代工厂 有的产业方瞄准了政府的资金 土地等等资源 周旋于多地抬高价码 有的产业方包装得高大上 但实际上却没有核心技术 团队也不完整 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轻率地介入产业 很容易地就会被蒙蔽 官方砸下大笔资金 期望能够自行研发技术与美国抗衡 但换来的可能只是商人巧立名目的 从政府骗取补助金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